喜欢看《青宫剧》的观众朋友,有很多人肯定都看过前几年的几部热播《青宫剧》,就比如说大火的《清朝后宫剧》《沿喜攻略》和《如意传》等等。 通过这两部大热的电视剧,很多观众知道了乾隆皇帝一生中有两位极其重要的女人。 她们分别是复查皇后和令妃,这两个女人可以说是乾隆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。 而这两个女人最大的不同就是,复查皇后本身就是皇后,可是令妃却是在死后才被追封为皇后。 复查皇后和令妃除了都是皇后这个共同点之外,她们其实还有一个地方非常相似,那就是皆不长寿。 这两个女人都没能与极其长寿的乾隆白头偕老。 复查皇后年纪轻轻,才三十多岁的年纪就去世了,而令妃也好不到哪儿去,仅仅在四十多岁也去世了。 这两个女人活的年龄,比起活了八十九岁的乾隆皇帝来说,简直是差距巨大。 可是在乾隆皇帝的后宫之中,有一位妃嫔活得比乾隆还久,成为了后宫之中陪伴乾隆最持久的女人。 这位女人到底是谁呢?她就是婉贵妃臣氏。乾隆皇帝的妃子婉贵妃臣氏,她的一生并没有得到乾隆的恩宠。 但是,她比乾隆皇帝八十九岁的寿命都长,直到嘉庆十二年才去世,活了整整九十二年。 婉贵妃漫长又孤寂的后宫之路,代表着清朝后宫一部分特殊的女性群体。 这个女性群体在后宫之中要么没有争宠的资本,要么不屑于争风吃醋。 这位乾隆身边最传奇的后宫妃子婉贵妃臣氏,她到底有何传奇之处呢? 下面分三个阶段,带你详细解读。 第一阶段,只因汉人出身,后宫难获恩宠。 清朝毕竟是满人统治的大一统王朝,尽管满人在入关后学习汉族文化,并没有像之前蒙古人那样一味地排斥。 但是满汉之分还是不同程度地一直存在着,满人官员的职位以及待遇则整体好于汉人官员。 而这个习俗也延伸到了后宫之中,正因为大原则如此,汉人妃子相比满人妃子明显不可公平比较。 而这一期的女主角,婉贵妃陈氏,就是这样一个典型鲜活的样例。 她虽然贵为乾隆皇帝的妃嫔,但始终没有获得很大的恩宠。 陈氏不受宠的原因,严格来说跟她的相貌无关。 因为能够被乾隆皇帝看上的女人,不能说全是倾国倾城,但是姿色肯定是至少达到及格水平的。 况且我们从婉贵妃陈氏的画像中,也可以看得出婉贵妃温婉可人的气质。 究其不得宠的真正原因便是陈氏的出身不高。 陈氏具体是汉人陈延章的女儿,而陈延章又是何许人呢? 在相关的史料中并没有很详细的记载,可见这个人当时的官职并不是很高。 正因为汉人在清朝处于官场食物链的下层位置,自然是不被特别重视的。 而陈延章依然雄心勃勃,他不想只当个卑微小官,于是精心培养家女陈氏,目的只为参加宫廷选秀。 尽管陈延章官小卫卑,但是其女陈氏却是个大家闺秀,琴棋书画,刺秀女工,统统不在话下。 最终在宫廷选秀之中,陈氏以多彩而温婉的非凡气质,轻松引起了雍正皇帝的注目。 然后,雍正皇帝就把陈氏许配给了儿子,弘历。 当时的弘历还只是个王爷,具体被封为宝亲王。 他其实对父亲许配的陈氏是没有感觉的,只不过碍于父皇之命才没有拒绝他。 接下来,陈氏到了宝亲王府上,也只是成为了一个侍妾的角色。 侍妾基本上就是最卑微的存在,因为仅仅比下人高出那么一点,位列于笛数等附近之后。 陈氏处于这样一个卑微的位置上,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的话,可以说是连普通百姓都不如。 第二阶段身处帝王之侧,冷淡无意争宠。 站在乾隆皇帝的角度来看,身边的女人真的是太多了。 陈氏在其中不是特别出挑,自然不会被特别注意到。 除此之外,乾隆皇帝也已经有了自己非常深爱的女人,她便是妇察皇后。 妇察皇后不仅出身高贵,而且气质温婉可人,在雍正五年的时候,妇察皇后便被许配给了弘历。 而此时的弘历正值青春年少,正处于渴望谈恋爱的年纪。 她第一次看到妇察皇后的那一刻,便被这个女人深深地迷了心窍。 两人属于情投意合,感情十分地真挚。 弘历心里有了妇察皇后,因此对其他女人自然就冷淡多了。 纵使有特别吸引她的其他女人,也不过只是一时欢喜罢了,她把深沉长远的爱情都给予了妇察皇后。 而陈氏连吸引弘历的资本都没有。 一方面的原因是她的出身不高,也没有过于出众的容颜。 另一方面的原因是她的性格过于冷淡,根本不会争宠称娇。 不过,陈氏并不在意和热衷这些小伎俩,因为她本就无意争宠。 服侍在封建帝王身边是她的命运,也是家族赋予的重大使命和责任,这一点是改变不了的。 而她自己唯一可以做的就是,在后宫之中选择什么样的活法。 她觉得为一个根本不爱自己的男人去争其斗艳,这太过于心泪无聊,倒不如自由自在随心所致地活着。 正因如此,其他妃子对于陈氏并没有嘲讽和不尊重,反倒多了几分亲近。 因为他们觉得陈氏对他们没有任何的威胁,自然就不会对她行机关算计之事。 另外,陈氏本人温婉好相处,所以在后宫中人缘很好。 弘历倒是留意不到这些细节,毕竟她有太多国家层面的事情需要去处理。 在她登基成为乾隆皇帝之后,她赐予了陈氏一个常在的位分,算是相应的级别晋升。 正因为并不受恩宠,所以常在的位分并不高。 在乾隆皇帝的后期,她把宠爱的重心转移到了令妃的身上。 因为此时的妇察皇后已经病故,令妃从贵人到妃的进阶只用了短短三年的时间。 从这里,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乾隆对令妃有多么的重视。 令妃是乾隆后期的后宫之主,她为人比较和善,所以对陈氏也是特别的敬重。 此时的陈氏也由常在晋升为嫔,所以陈氏又被称为婉嫔。 而这其中的婉字,则就是她本人性格和特征的真实写照。 第三阶段,嫔为46年生涯,寿终92岁高龄。 在深宫久居的漫长岁月里,婉嫔过得非常舒心。 她的心情不喜不悲,一直平静地对待着岁月的悄然流逝。 在长达46年的时间里,她的位分都没有得到任何的提升,她一直固守在嫔的位置上。 因为妃的位分不是那么容易得到的,这个位分要得到皇帝的圣宠才行。 另外,还有很多选秀女子不断得以补充后宫,竞争实在是太过于激烈了。 所以妃的位分,自己不去主动争取的话,则属于可望而不可及的存在。 婉嫔臣氏自然没把这些虚名放在眼里,不过无心插柳,柳却成荫。 在乾隆59年的时候,乾隆大风妃嫔,臣氏因为资历颇深,竟然被晋升为妃。 彼时的臣氏已经是78岁高龄。 被封为妃的那一刻,臣氏已经是沧海桑田,而乾隆皇帝也已经垂垂老矣。 那时候的乾隆皇帝,距离病逝也只剩下两三年的时间,其他妃嫔更是已经早早离世。 唯有婉妃臣氏,她还是精神奕奕地活着,并且身体健康,无病无灾。 因为一直没有得到乾隆的宠幸,婉妃一生没有子女。 她一直都是跟身边的侍从安静度过漫长岁月的,这也造就了她不争不抢的性格。 心态变好了,寿命自然就会变高,从这个角度来看,婉妃才是乾隆后宫最幸运的那个女人。 在嘉庆皇帝继位之后,这位大清的新皇帝对婉妃则特别地敬爱。 尽管婉妃并不是嘉庆皇帝的亲娘,可是正因为婉妃为人善良,十分慈祥,同时对后宫所有人都特别地好。 有好吃好玩的就会分享给大家,特别对嘉庆更是照顾有加。 在嘉庆六年的时候,嘉庆皇帝正式册封婉妃臣氏为婉妃太妃。 而这时候的臣氏已经是白发苍苍,齐眉目间的慈祥之意愈发浓烈。 时间一晃又过了六年,也就是在嘉庆十二年的时候。 婉妃太妃臣氏薰氏,归于太虚,享年九十二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